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同母亲预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痛爱的 《贴撒来尼加前书》二章六节八节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面你们 安慰你们 祝福你们各人 好像父亲代自己的儿女一弱 要求你们行事 对得起那 照你们进他国 得他荣耀的神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聘见我们所存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哪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贴撒来尼加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三节 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里面 继续《贴勒比》之后 他来到了《贴撒来尼加》 神为保罗开路 他很快在当地建立了教会 但是却是遭到当地犹太教势力的极力的反对 于是保罗就被逼离开那个地方 虽然他身处其他城市去建立教会 但是他的心依然没有忘记 这群在《贴撒来尼加》的弟兄姊妹 他透过书信去勉励他们 教导他们 特别都针对主在来 这个信息作出了一系列的教导 今天在第二章的经文里面 是有一个背景 里面讲到 犹太的领袖是智力攻击保罗传道的三个方面 包括他的权柄所在 动机的来源 和他所采用的方式 针对这样的攻击 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 保罗一定需要作出解释 他证明自己所传的福音 是从神而来的道 而不是人的道 而且他的动机都是纯正的 方法方式都是正确的 保罗语众深长地说述了 神是亲自揀选了 好像保罗一样的一帮神的牧人 作为基督的使徒 而这帮使徒正正是在世型的当中 浅力地去传承福音 这帮的正正是要讨那位 测验人心的神气 什么喜 不是讨那些人的欢喜 不单止保罗所传的道 拥有纯正的动机 而且保罗都懂得用神的方式 去传道和牧养 他用了两个的比喻 来表达他是怎样去做的 第一个 保罗形容自己 就好像个母亲一样 亲自用母语 去喂养自己的婴孩 这个的比喻 表达了保罗对贴什罗尼加的兄姊妹 那份温柔的关爱 他用心地用属灵的粮食 去喂养这一班 在属灵里面初生的婴孩 第二个比喻 保罗将自己比作父亲 在犹太传统文化的里面 作为父亲 是要在儿女的面前 行事为人都是要正直的 作他们的榜样 同时要勉励帮助儿女 那个正直 诚实的生活 所以父亲 信行一致 言行一致的生活 就很重要了 他这样做才可以成为儿女的榜样 在十三节的里面 我们看到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混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这句话再次印证了 贴受罗尼加信徒所领受的道 实在是神的道 因为这个道是混行在他们的心中 在他们生命的里面 混行有作工和产生效用的意思 神的道混行在信徒的心中 这些是真理 今天这个段的经文 给我们有两方面反思的地方 首先 我们回顾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 我们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属灵的前辈 就像保罗一样 不断地用心去 忠心地去传讲神的说话 而且过程当中 是用一些克服神心意的 一些的态度和方式 去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 他们正正是神爱我们的人际 鼓励大家花点时间去思想 这些属灵前辈当初是怎样帮助我们 在属灵生命当中得以成长 我们不单止要为他们的服事 向神牵上感谢 我更加建议大家写下几句感谢的说话 用不同的方式去发送给这些 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属灵的前辈 去表达我们的感谢 以此我们可以被此的激励 继续努力地为主作供 另一方面 我们有愿不愿意 好像保罗一样 成为其他人 其他生命的一些属灵的父亲 和属灵的母亲 既有那份温柔的爱心 同样能够做出一种 信恒一致 言恒一致的教导 愿神的话语 祝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group